来到我的世界,你就别想离开 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鬼 我阎罗王的名字,不是凭空其的 第167集 十年后,一个妆容精致的女人捧了一大树白菊,走进了碧氏公墓里 她看着墓碑上那张笑得一脸灿烂的大男孩,嘴角也轻轻勾了一下 小白,我又来看你了 严曼将还沾着露水的白菊,轻轻放在墓碑前 蹲下了身,伸手,用指尖轻轻触碰着照片上那人的脸庞 她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如此短暂 小白,你知道吗?咱哥呀,开了一家罗白集团,可厉害了 涉及餐饮,娱乐,地产等等 每个行业都有好多连锁店 兄弟们都改行,去店里当保镖了 再也不干那些行当了 可是,咱哥啊,第一次这么不负责任 五年前,她将公司甩给了我,自己却消失不见 在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也查不到她的出境入境记录 哥就像是突然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 谁也没有再见过她 小白,如果她没有来看你,你可不要生气 咱哥向来最疼你了 当初的事情,已经过去十年了 可严曼却觉得,一切仿佛发生在昨天 她清楚地记得,严罗抱着小白嚎啕大哭的模样 那哭声撕心裂肺,听得人窒息 她还清楚地记得,当严罗发现费工厂里的录像后 没日没夜地将自己关在了屋子里 听着那录像里的打斗声 砍刀砍入骨肉的声音 子弹定入身体的声音 然后睁眼直到天亮 麻木的,已经没了知觉 那录像严曼无意间看过一次 即使是她,都看得情绪崩溃 更何况如此疼爱小白的眼罗 那些人是如何想要凌辱小白 小白是如何拼尽全力地反驳 还有,她是怎样身中树刀 身上那一个个的子弹如何从她的身体里带出飞溅的血 然后,她目光坚定地往外走 仿佛有什么让她愿意为之舍弃一切的东西 在等她 严曼完全不知道 她哥是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 来重复这场精神的折磨 她简直是在自杀 这种自虐的行为,过了足足一个月 之后,严罗才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 开始转移注意力 没日没夜地工作 罗白集团就是这么来的 小白,你说,如果你现在还活着 该多好啊 严曼看着照片上笑得灿烂的男人 忍不住也跟着,微微勾了勾嘴角 身后响起的脚步声 让严曼默地收回了飘远的思绪 他慢慢地站了起来,看向来人 那个男人,穿一身精干的适举景服 看起来很帅气,很精神 可是,严曼恨他 你又来做什么?小白根本不想见你 我是小白的二哥 纪合道,将手里的白白盒 放到了白橘的旁边 严曼的嘴角勾起了一抹嘲讽的笑 还没恭贺你荣升市局局长的位置 对了,听说你半年前结婚了 那可真是双喜临门啊 纪合目光复杂地看向他 严曼,当年的事情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 够了,是我年少无知犯了错而已 当年你也只是把我当成了个陪酒的女人 如今,你当你的市局长 我做我的女强人 我们各自安好吧 严曼面无表情地打断他 纪合没有再继续刚才的话题 转而道 赵队他几年前辞职了 他这么热爱警察工作 可是曾经的失误 让他心怀愧疚 他觉得是自己害死了小白 他说得没错呀 他就是间接的凶手 难道不是吗 他就算死了我都不会同情 纪合有些烦躁的 揉了揉自己的额头 严曼 你不要这样 赵队不是有心的 谁也没想到会有这种结果呀 何况 他现在已经得到惩罚了 他现在每天都活在懊悔中 严曼无动于衷 纪合顿了顿 问出了自己 一直想问的话 严罗他 还是没有消息吗 怎么 你还不死心呢 还想逮着他立功 纪合静静地看着墓碑上的苏墨白 低声道 不管你想不相信 我只是担心他 我们三人变成如今这样 并非我怨 纪合没有得到回应 因为严曼已经走了 他一人站在苏墨白的墓碑前 露出一丝苦笑 小白 如今 我升职了 成为了避世局长 可是 我一点也不高兴 小白 我很怀念以前 在监狱里的生活 如果知道 事情会演变成如今这样 就那样待在监狱里 一辈子 也不错 风静静地吹着 白菊花和白百合 在风里轻轻摆动 男人静静地站在墓碑前 许久 许久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就这样忘记吗 怎么能忘记呢 我绿色的纠缠 你的谈 窗前流淌的歌 只伤开过的花 岁月的风 带它去了哪儿啊